迷迷型黑洞,按照新的理论,如果迷迷型黑洞拥有强大的重力场,太阳系中将遍布数千个迷迷型黑洞,它们具有原则和斑大小,不同于其他大体积黑洞,迷迷型黑洞来自于宇宙大爆炸的残留物。 由于它们与第五维空间有关,对时空产生不同程度的效应,宇宙微波背景辐射,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是宇宙诞生之初,大爆炸时期的原始残留物,1960年代科学家数次证实它的存在,当时科学家发现一种无线电噪音,在太空中四处辐射。 最终确定这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,微波一向性侦测器,测定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温度,为领寿270摄氏度,暗物质,究竟暗物质的性质和成分是什么? 其今为止这仍是天际物理领域的一个难解谜团。 科学家们相信宇宙中仅有少部分物质是人类肉眼所能观测到的,而是大多数物质是人类使用当前技术无法直接探测观察。 这就是暗物质,有人猜测暗物质是由无形配动的侵略极微中子组成。 目前,一些科学家知语暗物质存在的真实性,并暗示更好的理解宇宙重力作用,可能会解开暗物质之谜。 太阳系外行星,直到了1990年代初,科学家对行星的认识,还仅限于太阳系内的几颗行星。 迄今为止,天文学家已发现宇宙中存在几百多颗太阳系外行星,是否宇宙中还存在着第二个地球,系外行星中是否有生命存在。 这将是科学家们在解释迷,天文学家普遍认为,更为先进的天文技术很有可能揭示和发现类似地球的其他行星, 眼力波、爱博特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中预言,任何物体处在加速状态下都会发出重力波,重力波是时空中扭曲时针的一种结构,重力波十分微弱, 因此科学家认为,在一些能形成重力波的宇宙事件中才能探测到,所谓的宇宙事件包括黑洞合并等, 激光干涉业力波观测站和激光干涉与空间天线,向积极探测神秘难懂的重力波。 星系相识,如同地球的动物一样,随着时间的流逝,星系之间也可以相互吞噬和进化。 目前,银河系的邻居仙女座星系,就在吞噬着附近的卫星,在仙女座附近离散分布招数十个星团。 以上图片模拟三十亿年前,仙女座与银河系发生碰撞和相互吞噬。 中微子,中微子带有中性电,事实上是一种无质量的基本例子,它能够无阻碍地传输数英里。 也许当你看这条新闻时,中微子便不知不觉地穿过你的身体,这种幻影粒子,产生于健康星体的内部燃烧。 这种原理就如同垂死星体的超新星爆炸。 目前,科学家建立了一个中微子观测王。 该项目将探测器埋入地下,海水中或巨大冰层下,类星体。 类星体也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天文学四大发现之一。 它的光度很强,科学家可观测到遥远宇宙边缘类星体所释放的光芒。 它们的大小不到一光年,而光度就比此近,约为是万光年的巨星系还在一千倍。 它的光芒使我们及时远,零零一光年之外,仍能观测到它们。 类星体又被称为宇宙灯塔。 目前,天体物理领域一致认为,类星体是遥远星系中心巨大的黑洞。 照片是1979年拍摄的三菲,二七三位星体。 爱能量,科学家称,二十一世纪称,科学界最大的谜团,就是爱能量和爱物质。 人们知道爱能量存在于宇宙,却不知道它的构成是什么。 它的构成与人类一致物质完全不同。 据微波异象性侦测器结果显示,宇宙中普通物质只在4%,23%的物质为爱物质, 73%是爱能量,反物质。 宇宙中存在神幻不见的反物质世界,它的属性与我们的认知恰恰相反。 比如,一个带用浮电的电子,从反物质角度解释,它还拥有对应的反物质能量, 及一个带正电电子,当物质和反物质相互碰撞作用,以此能量抵消。 碰撞之后即符合爱因斯坦的智能一程式,一等于MZ2。 据了解,科学家在未来新型太空飞船设计中提出了反物质发动机方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